其实很明显 我们每次挖洞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要打一个鸡蛋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生食的鸡蛋 来 我们打在这个里面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园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总理是给你爱琳做一道爱吃菜 今天分享什么呢 我记得是 我们这上面在干嘛 是不是在打架 今天分享什么呢 有很多粉丝朋友说要再分享一些早餐的食谱 那么其实我是结识了代客吐司以后 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我们今天一炮双响 既有吐司又有法棍 怎么讲 一炮双响的早餐 那我们接下来食材 我们用这个代客的山脉吐司 我们做什么呢 芝士培根窝蛋吐司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在它那定制了这个短法棍 短法棍做什么 双蛋芝士短法棍 好 那有了吐司 有了这个短法棍 那我们这是有沙拉酱 这个沙拉酱呢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口味啊 芝士粉 然后鸡蛋 还有这个马苏里拉拉芝士这个碎啊 然后还有芝士片 培根 这个我们选了一点芝麻菜 其实你也可以拿其他的蔬菜啊 那还有一些鲜的发酱 食材就是这样 对了 别动 还有橄榄油啊 好 食材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这个吐司啊 其实它是一个整的吐司啊 就是其实我到店里买的时候呢 就是让它切成了片 现场有那个就跟刨那个羊肉那机器 你想要多饱想要多厚 你就跟它说就行了 算是来 第一步啊 先用一点沙拉酱 这个沙拉酱呢 就是芥末芝麻 这个沙拉汁啊 来我们就是可以挤一点这个沙拉汁 这个沙拉汁 我选的是这个 你可以用你喜欢的 普通的沙拉酱也就可以啊 好我们再加一点奶酪碎啊 加完了这个奶酪碎 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肯定是底筋 烤箱烤 那我们这个奶酪片也给到它吧 好 那你看 很明显 我们拿了两片吐司 这个也给了吧 好吧 原则上就是料要丰富一点 那么我们拿那个吐司呢 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小的模具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啊 没有怎么办 我们可以拿一个杯子 那我们给它挖一下 来挖一个洞 来 可以吗 挺好的 那挖一个洞之后怎么办 其实很明显啊 我们每次挖洞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要打一个鸡蛋 来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生食的鸡蛋啊 想要煮液加微 来 我们打在这个里面 哎呀 这有点流了 不重要 那这样我们来过来 我们到这边来吧 我们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烤盘里 再来两片的 来 可以这样斜着放对折 然后再给它 再给它对折一下 好 其实我也是想吃双蛋啊 那我们上面再来一个蛋 来 这我们再来一个蛋 它有点蛋液流出去 不要紧啊 因为我们这有这个挡着呢 往中间扒了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有点流淌 不要紧啊 这待会我们这是一个整体 好 这个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那边呢 烤箱预热200度 已经开始预热了啊 那我们现在做这个法棍 我们一起烤 好 那盛师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短法棍 来 我们用一点法箱啊 我们用的是这个鲜的法箱 大家如果要是买不到鲜法箱 也可以买那种瓶装的 叫 欧芹碎 好 切到这种程度就OK了 来 我们给它放到边上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我们这个法棍 这是 专门定制的啊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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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猜这个多少厘米 15 诶 诶 诶 我去 可以啊 这个15厘米呢 就是这是什么状态的 我们用目测给它一开啊 目测一开 但是真的不要开啊 从这里给它挖一个洞 这个洞我们这个挖的还是不太熟练啊 不要给它挖漏了啊 其实真的 诶诶诶 这是法国人的早餐 真是离不开法国人 你知道吗 对 因为你不是法国人 尝一下啊 嗯 卖香味十足啊 诶诶诶 先放点法箱 现在我们把这个鸡蛋打进来 我 我怕它会溢出来了 它真是溢出来了 没事 没事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洞挖的不够深啊 怎么感觉我们一做早餐的时候 就这么乱七八糟了 味道对就行 味道对就行 来我们给撒上这个 芝芝碎啊 我还真是偷了一个懒啊 我们是在这个砧板上操作这个事 其实来我们应该 把它拉回到我们的这个烤盘 就是一个双蛋的这个法国 一个是双蛋的这个吐司 就是我们基本上加工就到这里了 然后现在我们放入烤箱 10到15分钟 这个10到15分钟呢 大家需要根据自己家的烤箱啊 就是每个烤箱还真是都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要时不时的观察一下啊 好 我们现在放进烤箱 来 我们把它插进来 已经预热了啊 来 我们把它关上 先设置15分钟 然后我们10分钟来观察一下 好 我们一会儿见 好顺势大概多段时间了 有15分钟了吧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我们说10到15分钟 来我们观察一下 感觉非常的有食欲 这种状态我们就基本上可以了啊 哇 好 跳起 来 这个大家用烤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哇 怎么样 错 来 我们回到我们的原味 好 我们直接把它拿到手指针板吧 好 来 哇 这是一个法棍 接下来 哇 吐司 哇 还带点锡纸啊 不重要 来 是不是 感觉一下 有没有食欲 好 真的是很香 来 来 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给整合一下啊 其实现在吃已经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吐司 来 可以撒一点法香 来一点黑胡椒 能感觉到这个的香气吗 早餐吃这个 哇 太棒了 绝了啊 来 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上面撒一下 再吃这个面包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吃西餐 就是餐前面包的时候 我们去拿油醋汁 那我们直接来一点这个橄榄油 我们就不要醋了 那我们可以点缀一点芝麻菜 这个芝麻菜和这个是非常配的啊 其实你也可以放一点其他的别的菜 你看我是随意撒的 对不对 营养搭配 但是营养搭配非常的美妙 这个我们就是相结合啊 来 我们再来一点 七味粉 哇 还有这个刚才说了 这是我们的芝士粉 没有用上 我们其实已经有芝士碎了啊 就是撒一点芝士粉 也可以啊 其实这个芝士粉呢 也可以一起烤 我们今天这个 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的 也可以说是荤素搭配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还有培根呢 就是这样的早餐 是不是 你觉得怎么样 好 那我们算不算成功 好成功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坐起来吧 喜欢我们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 一切三连 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